- 大家好,歡迎收聽,這位有我是新西蘭的易得投養和社長Raymond Wong -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現在看到太得人驚,就是特區政府做什麼都有一份媒體出來說 現在當然要說那份媒體,就是動防了 昨天就出幾篇報導,又要說 第一篇就說什麼呢? 澳門嚴防Omicron過案,港府抗疫,說一套做一套,恐外通關 然後他就配了一張圖,就寫特區政府,拖得就拖 為什麼要找委入特區政府,或者怎樣找委入特區政府呢? 就是因為廣州就發現了一宗 有一個人就進了社區那裡,就是在月秀區天聖村那裡 澳門就很早放了訊息出來,說入境前14天曾經去過那個地方的人 就要按衛生當局的要求在指定地方接受14天的醫學觀察 也都要做五次病毒檢測 那麼香港食育局呢,就怎麼說呢? 就是沒有更新到那個回港二和來港二的名單 但是呢,實際上呢,回港二和來港二之前就被梁振英先生炮轟過的 就是因為香港那個情況呢,他就說應該要跟內地衛健委的那個名單 然後呢,香港的政府就是改了那個做法的 之前呢,就是會比較好像澳門那樣做的 就是澳門會加強一些,一見到就加強 但是梁先生炮轟了之後呢,開了炮之後呢 其實食育局是改了策略的 那麼全套呢,就索性照跟這個國家衛健委列出的地區的 因為呢,那時候梁先生說出來就說,已經精準到區了 所以根本就沒有必要亂參風的香港 他是這樣說的 那麼那個情況就是 之前呢,做嚴謹一點,特區政府又被人罵 好了,跟國家衛健委做,又被人罵 其實特區政府是很慘的,就是這樣 所以他還說說一套,做一套,很愛通關 喂喂,大哥,不是這樣的 還有呢,從來都是不斷屈,說特區政府防疫應變慢 事實就不是這樣,之前做呢,是做得會多一點點的 就是譬如,之前就試過會停了回港二和來港二的 那時候是試過的,你要記住 其實之前是,那種做法就跟澳門似一點點的 接著好了,你們有人吵嘛,就改囉 你說不行,一定要有回港二和來港二的 好了,改了 結果,你們又要吵 想怎樣呢,究竟 什麼都吵一大爛餐 現在疫情,Omicron這麼恐怖的事情 你還在吵,拖後腿 完全就是 他就說,政府說一套做一套 其實政府沒有說一套做一套 政府說跟衛健委的清單 那就跟到足 是啊,那個衛健委高危地區的名單 一有,他就更新 就是這樣 現在已經說了那個程序 程序改了 好了,其實還有一件事 就是 現在是Omicron的問題 現在在國內那些是輸入案例 是沒有社區傳播 你要記住 全部發現 在天津的案例,廣州的案例都是 現在 動房就是罵這個政府 喂,天津又有 廣州又有 為什麼 你們不馬上更新你們的清單 其實不是這樣做 現在他 天津那裡就更離譜 為什麼要說 天津那裡離譜呢 就是 天津他還找另外一個專家去射政府 他就寫什麼呢? 題目就是 天津6 Omicron 病例形容 容許免檢底講 專家轟防疫應變慢 那他寫什麼呢? 那張圖就配防疫大勢超 不是這樣 都說了 你沒有社區傳播的話 全部閉雲管理的話 你是不需要 提升風險等級的 為什麼呢? 跟回 就是梁振英先生 之前 射過特區政府的 因為特區政府之前 譬如廣東省 有些地方有 差不多整個廣東省都會 要加料 是要加料的 那時候是 所以梁振英 射得很厲害 就說 你們不認識了 國內很精準的 現在已經去到區了 跟著 特區政府 真的改了他們的做法 而且是完全跟回 內地衛健委的操作 那好了 現在就是 跟又死 不跟又死 因為你最初 就是不跟 就嚴謹一些 其實比較類似澳門的操作 好了 接著 有些被人罵 這樣不行 好了 就改了 用你說可以的方法 結果又是被人罵 所以是很麻煩的 村口督市就說 全部輸入之後 在旁邊的時候 查出來 我也覺得是 小藍就說 複街洞房 今天罵這個 明天調轉罵別的 讓他玩L 是呀 他真的玩了 絕對是 他是玩了 是不是都罵了一大冷餐 完全無理取罵 是啊 所以是很麻煩 給了一個假象出來 覺得 特區政府很無林 好 而且 亦都令人覺得 不相信特區政府 老實說 香港目前的防疫水平 在世界上 數一數二 你看其他國家 包得多瘋 是啊 過聖誕 現在很擔心 人們過不了聖誕 聖誕是一個大節日 在西方社會 他們個個都很害怕 是啊 現在我也很害怕 我們這裏當然沒有Omicron 但是 連輸入案例都沒有 我們這裏暫時都是 老實實 這些事情 始終有一天會滲入來的 我們已經看得很快 所以 一定是第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去打疫苗 必須 必須 是必須的 Toracef 她說 廣東省和香港通關都不會太多配額 這個是是的 我們一早都報過 因為其實怎樣做都是有風險的 其實你看現在 其他地方的情況 剛才我們說了英國的情況 英國的情況 英國的情況 我們都會再講多些資料給大家聽 其實今天 其實很悶的 都是會講抗疫防疫的事情比較多 因為香港的媒體是亂差地報 其實是 這件事是很可惡的 她說一套做一套 恐愛通關的問題是 事實上 有些事情是改了 之前是緊一點的 接著你又說不行 接著你又說要鬆一點 好了 改鬆了 你又罵 你想怎樣呢 是又罵不是又罵 長期都是這樣的話 那時候呢 就導致很多人都還是 那個雕氣 社會越來越重 社會 是啊 村口督市就說 左右互搏 老頑童的傳統神功 老頑童 周伯童找到食 左右互搏 左右互搏 哈哈哈哈 那 Stephanie Wong 說 今天罵通關 第二天罵不防輸入 其實這個是很無恥的做法來的 其實 真正說一套做一套 其實就是動防 其實就是很離譜的 每天都是亂參鬧 基本上 接著 當然他找了一個專家 那個專家是誰呢 又要開名說一說 那個專家是誰 哎呀呀呀呀 什麼呀 講廣事呢 我沒看的 我沒看的 我猜而已 是不是那個講廣事 不是 他的專家是找梁子超 找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 梁子超 哈哈哈哈 這次我梁子超怎麼說呢 是啊 他就說 面對已經來勢兇兇的新變種病毒 Omicron 政府不應該再以萬拍子步伐配合 不合時而的防疫 政客去防疫 他說現在的當務之急 政府主動向內地了解 一旦有社區爆發風險 就要必須當機立斷 對當地和周邊地區進行全面封關措施 做好外防輸入 就是把關 喂喂喂 老實實 大哥 你不要這樣說 這些 你覺得你會做過特區政府的官 這個人 從來都是這樣的 那 JoJo這個就是梁啟超 不是梁子超 不是梁啟超 哈哈哈哈 梁子超在傻人堆裡面 這個人很難搞 之後他還有說 他說現在有很多醫學數據 顯示Omicron傳染力強且毒 那強是真的 毒呢 這個我就不敢說 但是其實 老實實 梁子超 你有沒有叫人去打疫苗呢? 就是你每一次批評政府 那些措施 防疫抗疫措施不行的時候 有沒有叫人去打疫苗? 這些混蛋是沒有的 我也不想用一些操縱的延遲 來批評這些狗X 真的離譜 他不斷地說 不合時的 然後又說 政府對高風險地區 仍然維持酒店隔離是不合時的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你有沒有提議過 要做國際健康疫站? 你自己也沒有 你馬後炮而已 你早就提議了 要建國際健康疫站的事情 我們早就提議了 我們 是嗎? 我們說 是啊 如果我們罵政府不合時 也比較適合 你罵的也不適合 因為你沒有說 沒有 只會罵而罵 什麼都沒有 這個梁先生也是動房之友 粗葉罵就說 是啊 就是這個 是啊 青山逃犯麻醉園說 洞房有個超強組合 哈哈哈哈哈哈 是啊 這個傻仔超和傻仔強 哈哈哈哈 就是 這份洞房真是狠毒到不得了 那好吧 Mandy超就說 這條梁X超也是貼L線 TBB每天都訪問她 每天都在說廢話 看見就把幾火 Theresa女就說 梁X超也不是傳染科專家 她是按摩摩摩的 她不是做傳染 她是做呼吸系統 她是否懂事 我覺得她是懂事 但是 你要預早預警說才行 其實我們一早都說過了 酒店防疫是難搞的 酒店始終是有漏洞 你做酒店防疫 沒錯 你可以把風險降到很低 但是始終還是有風險 你如果建一棟東西 就像內地的國際健康疫站 那就可以處理得好很多 但是當然特區政府不會理我們 我們《魔行編輯報》 是甚麼而已 沒有人理我們 哈哈哈哈 很慘 不要緊 當然了 現在她就說 要高風險地區的人 入住郊外的隔離營 取代酒店檢疫 之前她們有人說 要拿回營地來做防疫設施 這個是沒有用的 我跟你說 這個是沒有用 你一定要有其他東西配合才行 如果你現在要做隔離設施的話 根本就不是這麼簡單的事 那 Toracef就說 動防附可敵國之下 不斷反政府 去誠勢反共 我不知道她在搞甚麼 她現在高舉著紅旗 就是反紅旗 很糟糕的 很糟糕的 對 如果是用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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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我一樣 可以彈一下手機 像手機 修平葉就說 每次見梁X超在電視上亂說 真的想用大膠布封住她 其實很難搞的 這個 Ivy就說 動防的專家 就是梁醫生和持續教育的教授 她不是教授 她是港師 是持續教育的港師 她應該要接受持續教育 要再進修 再教育 這個傻仔超和傻仔強 佐德就說 超強傻仔 哈哈 是 D Law 梁子超 正久世 無理取鬧 白癡 滴丁就說 究竟想封關還是通關 很分裂 動防 我也很分裂 她不怕分裂 她真的不怕左右互幫 Torazep就說 內地的國際健康驗站 只是試驗 正是相信港府都要看內地做成這樣 你要看 其實是這樣說的 內地做 照抄功課 行不行 之後再調整 其實這樣是好好的 這樣是假裝了 之後一定有人拿出來罵 我們就不會罵政府 我們知道政府做事是很難的 所以我們說的話 不會有人聽 很多時候都是 沒有所謂 我們 說真的 我們能夠說的 我們說了 政府做不做到 也未必做到 可能 我們建議說 找梁先生找出來的那塊地 看看能不能蓋到國際健康驗站 誰知道原來梁先生找出來的那塊地 是不行的 他又免得下梁先生面 可能免得下梁先生面 然後就沒有蓋到 對吧 哈哈哈哈 要不要罵他 為什麼不蓋 找到地也不蓋 政府沒有梁先生 那 要梁先生出來 確認一下他找出來的那塊地 是不是真的能蓋得到 對吧 蓋得起得到 有意志 一定可以的 這個特區政府沒有意志 所以什麼都做不到 蓋不到 可以這樣罵的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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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其實很壞 這些是 ET就說 傳媒喜歡播放梁子超 就是因為訪問他 去插政府 那當然是 嗯 Toracef就說 國際健康驗站 涉及很多資源和制度 內地現在由廣州開始施驗 不是 是整個廣東省有不同的地方都有 其實 當你這樣說 某程度上 沒錯 大灣區是協作的 這些城市 優勢互補 但是協作之下 都有競爭的 所以 廣州一做 你就知道 深圳、東莞都要做一做 你就知道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不做 你就吃虧了 政府的思維是要改的 為什麼呢 我們不是說要罵政府 但是 它要適應到內地的玩法才行 就是這些城市之間 是有競爭的 香港的地位已經不是超然 香港特首的地位就是超然 尤其是 其實理論上是超然的 但是當然 有人是超超然 有人做了副國級領導人 超超然 這個人就特別超然 這樣 人家正在做的就不超然 就是超然 人家正在做的就超然 他下來了 上了神台就超超然 所以他就可以亂參鬧 其實就是 所以是很麻煩的 好了 我們要說多一點 就是 有個網友留了言 剛剛我看不清楚 他的名字 他就說 他就說 在英國打了三針一樣 中招 第三針都是 運針打的 運針專家 說效果會高一點 這個要說回來 我們會詳細說一下 疫苗是否真的沒有效 現在媒體不斷說 疫苗沒有什麼效 這樣 Veronica就說 飄飄然 這個小藍就說 有意志 腦屈腦作 亂說24 我不知道 Tolicef 她剛才說了一件事 訊息被撤回 說真的 國際健康疫站 已經廣東省 至少我知道 都有三個地方 已經是 起座出來 用緊的 就已經是有 其實類似的 已經是有用緊 即是已經是開了 所以你自己是要 找一找 所以 她會不會 開幕呢 會不會有很龐大的開幕式呢 她不會的 因為大家都在試這個 你要明白 Tolicef 她現在不會 打鑼打鼓開幕 不同的 她只是會實戰 因為現在 現在是要有 一個 某程度上 是防疫和競爭 某程度上 有些優勢要自己打出來 即是你抄功課都可以 但你也要抄得有腦 抄好一點 有些創意下去 不要照抄 不是聽糧X超戀參與 就可以了 好了 那麼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好不好 就這樣 拜拜 拜拜